还能认出他长什么样吗 认不出来 他去过好几次 都是戴上大口罩 大墨镜 把他自己握得严严实实的 他多高啊 中等个儿 一米七五左右 那个人可吓人了 他的手劲好大 怎么说 真有这个第三者 真有 他利用侯师傅 用电子干扰器 使徐子萌的车 出于胃落所状态 作案以后 把葛清的血 磨在了徐子萌的车里 也就是说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谋杀 这是一次 针对徐子萌 蓄意栽赃的谋杀 应该是这样 把他找出来 是 队长 有客人 竖光在哪 有事啊 好 坐吧 竖光 我们在想 这个人会不会和许致契有关系 你看啊 仇恨 蓄意谋杀 在许致一出狱后的第三天 就和葛清搭讪 并且把葛清杀了 还嫁祸给了徐子萌 我觉得这中间 一定有什么关系 我也正在想 这个人他杀害葛清 是为了要报复别人 报复谁呢 葛局长 不太可能 葛叔叔前一阵停止检查 一直就没上班 如果这个人因为工作原因 跟葛叔叔结了仇 他要报复的话 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时候 许致契 他要报复的是许致契 他和许致契有仇 先说葛局长 杀死葛清报复葛局长 这很有可能 因为葛清是葛局长 唯一的女儿 可是这个人 在许致契被释放后的第三天 才和葛清发生联系 为什么他要在许致契 被释放以后 和葛清发生联系 是有原因 还是强和 这个人 他恨许致契 他不想看到许致契 仇和了自由 所以他把仇恨 转移到了葛清身上 杀害了葛清 转嫁于许致契 让许致契 在此遭受人生的不幸 也让葛大杰 长寿到了师女之痛 一时四秒 这个人 他跟葛大杰 许致契 许致契 还有葛清 都有关系 这个人会是谁呢 袁立芳 袁立芳 你不会白死的 我一定要让他们 付出更大的代价 直到现在 郑田的卧室里 还挂着她和袁立芳的结婚照 尽管后来他有接鬼子婚 郑天啊 他对他这个房子 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 您对拆迁补偿 有什么想法吗 您是拆迁办的 不 我是律师 我觉着开发商 就算送他一栋楼 他都不会搬出来 就因为 那是曾经他和袁立芳 生活过的 袁立芳因为许致易 先是坏了名声 接着死亡 很有可能是自杀 他因此恨透了许致易 你说袁立芳 他是个歌舞团的抬柱子 他怎么看得上郑天呢 袁立芳啊 可能从来就没看上过郑天 那时候正是袁立芳 逼着许致易离婚嘛 他找郑天 要么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要么就是逼许致易立张牌 没想到许致易先出事了 还把他和袁立芳的事 扯了进来 迫不得已这才下架郑天 可这一颗心 从来就没放下在郑天身上 这足以让郑天更加憎恨许致易 许致易后来坐了牢 郑天那颗仇恨的心 得到了些许安慰 没想到十七年之后 许案翻过来了 许致易放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一来 又重新点燃了 郑天那颗仇恨的心 完全都可以燃烧了 他恨跟这案的 所有有关的人 他就是想报复 但是不管是对付许致易 许子盲还是葛大杰 他都没什么把握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把目标锁定在 葛情身上 推理代替不了证据 如果是他 那就要用排除 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所印他 这一次 他们绝对不能再出现任何展示 报告队长 我们在现场 发现了第三个人的毛发 这个人的头发 比葛情的要短 比许子盲的要硬 案发前一个月 没有理过发 有两根发根上 带着毛囊 只要找到他 这两根毛发 就能挣死他 好 许致易 这两天反省得怎么样了 我的罪 我认 但能请你们告诉我 我儿子他好吗 先别关你儿子的事 我问你件事 你要如实交代 你看一下 照片上的人 认识吗 这个人是郑先生 是我们团袁立方的爱人 你出狱以后见过他吗 见过 什么时候 都跟你说什么了 是我 在出狱的第二天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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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